大家好,我是Maria莫嘉穎,是香港藝術館的總館長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看的一隻茶壺 它是一隻移興紫沙茶壺 很特別,這隻壺不是由一個工藝師做的 是兩個人的co-creation 分別是移興紫沙的大師汪仁鮮 和中央工藝美院的教授張守智一起合作創作 這隻壺的造型很幾何 它的靈感來自大自然 是否令大家想起旁鶴或背鶴 它的靈感是來自蝸牛 還有它有一種魔力,如果你靜心看 你會發覺它的魔力是在於線條帶著眼睛 跟著弧身轉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紫沙茶壺 都不其然會想起 可能老人家在品名 但這隻壺很有時尚感 很現代 完全洗掉那種老舊的感覺 一方面它繼承了移興紫沙工藝的傳統 但另一方面它又打破了這種傳統給人的感覺 是真的很特別 而這種工藝的重生 要講述一段古 話說在1979年的時候 香港一位很有份量的紫沙茶具的藏家 羅桂祥博士 他第一次去到移興那裏參觀 法國紫沙業原來已經識微了 當時只有一間工廠 幾百個工人 做的作品很普通 只是吸了中國移興幾個字 他們完全沒有沿用明清兩代的時候 那些護手在自己的壺上簽名 即是黑局款的這種做法 所以他就向他們提出 其實藝術最重要是強調個人 你們要給工藝師簽名 從此呢 移興的紫沙業就振興了 也因為這樣 我們今天才看到一件 這麼有時代感 這麼與時並進的精品 所以我們要小心 看來看 我們要小心 我才會說